和柳如烟结婚的第五年 我成了他最有名的私生犯 而他也因为狂热私生犯 频繁上热搜 成了圈内了炙手可热的流量小话 我被他粉丝破硫酸时 他却在和初恋玩情曲 我心如死灰 扔下一纸离婚协议果断选择离开 他却开始一次又一次挽留 可惜 迟来的爱 狗都咸 我捂着疼痛男人的手臂 脸色苍白步履蹒跚地走在地下停车场内 就在十分钟前 我才刚走出车门 一声充满厌恶的痛骂声和随之而来的透明液体 朝着我的脸泼了过来 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挡 熟悉的剧烈疼痛感袭来 我的脸色瞬间惨白了下来 整个都开始止不住地颤抖 我没想过作为一个私生犯 竟然要承受这么多人的厌恶和伤害 毕竟这已经是不知道第几次被柳如烟的粉丝袭击了 更没想到的是 现在的粉丝竟然这么疯狂 连硫酸都用上了 我一边庆幸一边后怕 庆幸自己及时拿手挡住了脸 后怕自己如果真的被泼到脸 不自觉 我的脚步走得更快了 手臂强烈的痛意让我愈发想见到柳如烟 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他了 我知道 每次只有我受到他粉丝的伤害时 他才会和从前一样温柔地陪伴着我 而不是永远只是冷冰冰的几个字信息回复 一想到柳如烟在我身边娇俏温柔的模样 眼前的疼痛好似也减轻了不少 安静的地下车库 只剩下我隐忍急促的喘气声和那愈发沉重又急促的脚步声 别说大门紧锁着 我拿出了备用钥匙打开了门 刚走进门却被一双鞋子绊倒 手臂狠狠地磕在门上 刺骨的疼痛让我眼前黑了一瞬 低头却发现绊倒我的是一双男尸皮鞋 很明显这不是我的鞋码 我原本因疼痛而迷迷糊糊双眼瞬间睁大 强烈的不安在我心里蔓延 内心不住地安慰着自己说不定是他的经纪人或朋友 双脚却不自觉地放清了声音抄着卧室走去 房门微微敞开着 里面传来的暧昧声音声让我本就疼痛的身体愈发颤抖 我一面告诉自己不会的 一面又止不住地探头看去 两米的大床上 柳如烟脸颊通红 衣衫不整地紧靠在男人身上 眼神里是我没见过的温柔和满到一出的爱意 盛阳 你怎么了 柳如烟的助理小姨从门口进来的时候 看到我面色痛苦地蹲坐在卧室前 语气满是困惑 而里面的声音却只是顿了一下 柳如烟原本迷离的双眼忽然睁大 满是红韵的小脸瞬间苍白了下来 娇小的身子被男人抱了起来朝着门口的方向走来 我甚至还看到男人嘴角带着恶意的笑容 他看到我了 随着卧室门咔哒一声锁住 我原本有些自欺欺人的心也彻底扬了下来 可笑的我还以为柳如烟还有点羞耻之心 我彻底昏过去的时候 听到了一阵慌乱的脚步和房门被打开的声音 我在医院醒来的时候 看到了坐在一旁玩手机的柳如烟 他全神贯注地看着手机 脸上带着羞涩的笑意 丝毫没注意到我醒来 直到我考试喉咙痒到开始干咳 他才从手机上挪开眼 盛阳 你醒了 好些了没 他的语气里满是关切 我转过头直直地盯着他 脑子里他趴在男人身上的画面一直盘旋 直到他忍不住转头避开了我的视线 他是谁 我的嗓子沙哑 语气执拗地看着柳如烟略显局促的后脑 盛阳 医生说了你需要好好休息柳如烟避而不谈 僵硬地转开话题 我问你 那个男人是谁 是诚意吧 你念念不忘地初恋 我的语气越来越冷 身上的灼伤也疼痛感也愈发明显 想来应该是伤口崩开了 盛阳 你能不能不要这样 听到我提到诚意 柳如烟的语气明显沉了几分 原本略显讨好的表情 此刻也成一副不耐烦的模样 我跟你说过的 我这几天有些发烧 他只是来看我 你能不能别整天一神一鬼的 我都和你结婚这么多年了 柳如烟的语气越来越冲 原本看向我 还有几分柔情的目光 此刻却充满了失望 失望 他竟然对我失望 他凭什么对我失望 失望我这次光明正大 是挑开了他们的龌龊关系吗 还是失望我这次 没有直接被他的粉丝 直接硫酸泼死呢 柳如烟 我再问你一次 你和诚意到底断不断 我闭上了眼 掩盖我目光里的自嘲 我的内心一直在告诉我 你就是柳如烟的一条狗 他怎么可能为了你和诚意断了 但是五年的婚姻 极少相处 但甜蜜异强的生活点滴 依旧让我固执地问出了这句话 我想 是我强烈的自尊心在作祟吧 盛阳 我和你解释过这么多次 你为什么就不理解我呢 诚意只是我的一个普通朋友 你为什么总要把我和他想得这么龌龊呢 你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 柳如烟的语气愈发的低 看着我的眼神也逐越来越不善 仿佛昨晚出轨的人是我而不是他 是啊 我以前不是这样的 那我以前是什么样的呢 我自己都有些忘记了 曾经的我也是骄傲自信的少年 直到遇到了柳如烟 我变得患得患失 变得卑微谨慎 甚至因为他失去了自我 盛阳 盛阳 柳如烟的声音从我耳边响起 将我一下子从回忆里拉了出来 我看着眼前这个容貌精致 但又明显脸上动了不少地方的柳如烟 一时间竟有种陌生的感觉 脑海中闪过他在成衣身旁的模样 心止不住的饭疼 柳如烟 我们离婚吧 你知道错了就好 你记得发条微博 说是因为你夜闯我家 成衣是来帮我 柳如烟似乎笃定我会和他认错 他丝毫没有听到我的话 下意识认为我会道歉 毕竟之前的我的确也是这样做的 像是他身边最卑微又最忠实的那条狗 我说我们离婚 我直接开口打断了柳如烟的话 语气平静 原本还对他抱有一丝期待 是内心在听到他 让我去发微博 澄清他和成衣关系的时候 彻底消失 原来 他今天的目的依旧还是利用 盛阳啊盛阳 这么多年了 你难道还没习惯吗 他是什么样的人 你难道还不知道吗 你说什么呢 不要闹了 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 我会自己想办法的 不要说这种话 柳如烟似乎很惊讶 他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看到我异常平静的表情后 明显地慌了 语气软了下来 离婚协议我会拟好 到时候记得签字就行 我看着神色明显慌乱的柳如烟 再次开口 你的所有财产 我一分不要 但是你这些年 让我当你私生犯所承受的伤害 包括这次我会让君律师 和你谈赔偿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你先离开吧 我需要养病了 我面无表情地下了竹颗令 盛阳 你又在闹什么 我都说了 我和诚意就是普通朋友 看着我毫不留情的模样 柳如烟也明显地恼了 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能让你在我妈生病时 丢下她去陪你的普通朋友过生日 普通朋友一个电话 就能让你在我们结婚纪念日时 二话不说离家而去 普通朋友能照顾你 照顾到床上 柳如烟 你对普通朋友的定义可真广泛 我冷笑着 一字一句地开口 柳如烟 你知道我有多少次看到你身上的痕迹了吗 你们都到这个地步了 又何必再和我纠缠下去 让人徒增恶性 我勉强平复了心情 目光嘲讽地直直看向她 柳如烟脸色肉眼可见地惨白了下来 我不是 够了 以前是我愿意当狗 现在我不愿意了 你放过我爸柳如烟 我们结束了 我不同意 盛阳 我说我不同意 我情绪激动 陷入昏迷的时候 看到了柳如烟 带着略带回忆的脸 那应该是错觉吧 毕竟她对我 可从来都是只是利用 我恍恍惚惚地 做了一个梦 梦里的我 刚在柳如烟的要求下 开始在网上发布视频 是柳如烟 自己拍好的视频 甚至连微博文案 都是她编辑好的 我被人私信辱骂的时候 我都还没反应过来 直到柳如烟彻底火了 我的信息 开始被扒得干干净净 甚至有人说 我在大学的时候 就偷窥骚扰过柳如烟 甚至还有视频 是我拦下柳如烟那天的视频 视频角度刁钻 没拍到柳如烟羞涩的脸 只拍到了我满满不安和忐忑 柳如烟在我第一次 被网报到失眠时 陪了我整整一周 那一周里 我们柔情蜜意 就像一堆刚新婚的夫妇 当时的确也是我们刚领证 从那天之后 他来陪我的次数越来越少 到后来甚至直接登我的微博 发一些偷窥角度的视频 和一些变态文案 引导他的粉丝引流 而他则是塑造一个温柔善良 大度的爱豆形象 其实我知道了他对我只有利用 但我还是心甘情愿 毕竟我的确是爱他 而我给他发的消息 他也开始不再回复 我们甚至只有一张证 连婚纱照都没拍 你说盛阳这孩子 这么就这么周呢 柳如烟到底有什么好的 值得他为他做到这个地步 这次是颇硫酸 下次呢 他有几条命能这样抗啊 熟悉的碎碎念 在我耳边逐渐清晰起来 我勉强睁开眼 竟然看到了我妈妈和生物教授 妈 你怎么来了 我有些头疼地看着我妈 果然 我的话音刚落 妈妈的眼泪就开始掉 我挣扎着起来 一边帮妈妈擦眼泪 一边安慰着说自己没事 妈妈 我打算和柳如烟离婚了 直到我这句话出来 妈妈才停下了眼泪 一脸不幸地看着我 是真的 我已经脱律师朋友 你好了离婚协议 早该这样 你可是我最看好的弟子 怎么就被柳如烟迷了心志 盛阳啊 老师最近有个小组研究 你愿不愿意来帮忙呀 好我出院那天 柳如烟裹得严严实实地 坐在保姆车上 她的助理来叫我的时候 我捏了捏妈妈的手 示意她消消气 我会自己处理好 我刚上车 车门就被紧紧地关上了 柳如烟摘下来口罩和墨镜 她的脸色看起来很不好 像是没有好好休息过 离婚协议我给你寄过去 还是放在房间里 我坐在沙发上 语气平淡地开口 你就没其他话和我说吗 柳如烟的神色 看着有些受伤 语气里带着些许委屈 我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我痴笑着开口 忽然我仿佛想起什么似的 再一次开口 祝你和你的初恋 早生贵子 盛阳 你 好了 没什么事我就走了 毕竟我们的关系 也不再适合 这样独处一世了 我不顾柳如烟的预言又止 轻笑着站起身来 打开车门往外走去 盛阳 你真的要和我离婚吗 纯黑色的保姆车内 柳如烟带着怒气的声音 再次传来 后天上午九点 A市民政局见我挥了挥手 不再犹豫 朝着等着我的妈妈走去 那天 我在民政局 等了柳如烟一上午 他一直没有出现 放在家里的离婚协议 他也没有签字 我重新游了一份 寄到了成一家里 我想他会看到的 我给他打电话 他也一直不接 我不懂他现在又是要做什么 在我第二十通电话 没打通的时候 我给他发了短信 如果你不愿走和平离婚的话 我会选择起诉 你要知道 起诉离婚给你带来的影响 其实我从没想过 自己会和柳如烟走到这个地步 一个小时后 我收到了回复 盛阳 我们谈谈好吗 我自从出院后 一直住在学校里 教授本想让我先休息一段时间的 但我不想闲下来 我要把之前浪费的时光都不回来 来到这个熟悉的地方时 已经晚上九点了 屋内一片昏暗 我敲了敲门没人回应 拿出了门口地墊下的备用钥匙 打开了门 我还没来得及打开灯 一道黑影扑了上来 熟悉的香味扑面而来 是柳如烟 我的心情不自禁地咯噔了一下 盛阳 我们不离婚好不好 柳如烟紧紧地抱着我 与其亲密 少见得向我失落了 他自从和我结婚后 就仿佛抓住了我的命脉一般 我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听到他这般撒娇卖吃的模样了 我的手下意识地想抱住他 目光略过房间时 却瞬间僵硬在了原地 门内昏暗的房间里 一件明显不属于我的男士外套 正挂在房间他的梳妆椅上 黑色的西装和白色的化妆椅 显得那么突兀 我猛然间想到之前我妈生病 我在公司加班做项目 而她刚拍完一部剧 有半个月的休假时间 在我软磨硬泡下 她同意了去照顾我妈一周 结果在我做完项目时 却发现我妈已经被两次送进急救了 而陪着我妈的只有一个护工 我满怀怒气地回到家中时 才发现她在为她的初恋情人诚意 洗衣服 而我的质问 换来的只是她轻飘飘的一句 我不是已经找了护工了吗 我甚至想不起来 那时候的我到底是怎么 劝服自己原谅她的 只觉得自己之前的确是蠢得要死 原来爱真的会蒙蔽人的双眼 但一旦不爱了 视线自然也也就清晰了 盛阳 你舍不得我的对不对 我看着眼带稀奇的柳如烟 她柔软的身躯紧紧地靠在我的怀里 一瞬间 我好像回到了刚认识她的时候 那时候的我作为学校数学竞赛代表 参加了全国数学竞赛 那时候的我一路过关斩将地 来到了总决赛 却没想到败在了一个 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女孩子手下 十道竞赛题 我只解除九道 而她却在比我短的时候内 全解了出来 还用了三种解法 这像一个巴掌 狠狠地甩在我自傲的脸上 竞赛结束后 强烈的不甘 让我促使我拦住了她 同学 可以加个好友吗 我忐忑不安地朝着面前 羞红了脸的女孩开口 愣 雨还声音较软 透着红韵的白皙小脸 让我的心忽然开始 不受控制的跳动 我原以为自己拦下她 只是因为满心的不甘 后面才发现 自己早已对她 有了懵懂好感 而这好感 即使对她能力的折服 也有情感上的爱慕 我们理所当然地 走到了一起 但是她说 希望在结婚的时候 再公开 她不想要 没有结局的感情 我满心欢喜地答应着 我们一同进了一家大厂 直到一天 她忽然辞去了工作 和我断了联系 我就像无头苍蝇一般 那时候我才发现 我竟对她一无所知 甚至只知道 她是京都大学的 优秀毕业生 断联的这半年里 我开始浑浑噩噩 工作也愈发不上心 满心满眼 都是那忽然消失的柳如烟 我想过报警 可是她的微薄动态 却是偶尔更新 只是删除 拉黑了我的所有联系方式 我被公司辞退那天 刚好是她消失的 第180天 我拿着自己的水杯 走在马路上 无意识地闯了红灯 直到刺耳的刹车声 传来的时候 我才发现 自己竟走在车流中 司机下车就对着我开骂 我被一双白嫩鲜长的小手 拉到马路旁时 才发现眼前人 正式消失了半年的柳如烟 她浅笑如烟地看着我 眼神里满是无奈和宠溺 盛阳 你这样太危险了 如烟 我长期压抑的情绪忽然爆发 双眼不自觉地通红 伸手将她死死地抱在怀里 浑身颤抖 盛阳 我这不是 小心 柳如烟原本温柔的声音一变 忽然一把将我推了出去 人行道上急速行驶的电瓶车 直直地朝着她冲来 我看到她被电瓶车 撞飞到路边的绿滑袋里 像个破碎的布娃娃 我的心瞬间停了半响 路人尖叫着打着120 我跌跌撞撞地爬向她 看向绿滑袋里 那破布娃娃般的柳如烟 嘴角和脑后 流出一滴又一滴的鲜血石 崩溃到湿声 我晕在她床边了 医生将我安置在她的病房内 长时间的睡眠不足和过度惊吓 让我在确认柳如烟 无生命危险后 也彻底地松懈下来 我醒来的时候 柳如烟已经醒了 她看向我的眼神 温柔地可以滴出水来 盛阳 我们去领证吧 我的脑子还晕晕沉沉的 一时间竟没听懂她的话 什么 我说 我们领证吧 柳如烟笑着又说了一遍 好 你想知道我这半年都去哪里了吗 你愿意说我就想 我进了娱乐圈 今年下半年会以练习生的身份出道 我需要你帮我 盛阳 好 只要你需要 但是我没想过 她会让当她的私生犯 还是在我们领证当晚 我欣喜若狂地看着眼前的结婚证 紧紧地抱住柳如烟不放手 直到她出生 盛阳 我出道后需要一个私生犯 帮我长人气 你可以的对吧 但是当私生很容易被人骂 我没事的 只要对你有帮助 我急切地沉默着 甚至怕她找其他人 那时候的我 只觉得自己是 她在这世界上最信任的人了 却没想过 这才是我低于生活的开始 我和她只相处了不到一个月 她要为出道做准备了 而我在网上 饿补了私生犯的视频后 才明白私生犯是做什么的 但是我心甘情愿 毕竟作为她的老公 当老婆私生犯怎么了 可我从未想过 自己宁愿当狗的行为换来的 却是她一次又一次的冷脸和出轨 柳如烟 你现在这样有什么意思呢 我冷笑着 强行将紧紧抱住我的柳如烟拉开 在她不可置信的眼神中 将门口那张我们唯一的合照 砸到了地上 从破裂的玻璃渣中剪出相片 当着她的面慢慢地撕碎 我避开满地道狼藉 打开了灯 走过柳如烟身旁时 我能感觉到她身躯 在微微地颤抖 我感到有些好笑 这样就承受不住了吗 盛阳 你当真要做得这么绝 你真的想好了 你不后悔 柳如烟背着我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都以为她不打算回应我 正当我打算离开时 柳如烟雨带哭腔的开口 明天下午带着离婚协议 在民政局剑把我冷淡地丢下一句话 站起身来抬脚往门口走去 在经过窗边时 我听到房内传来明显的抽气声 我的脚步微微一顿 但还是坚决地朝着外面走去 重新捡起数学 对我来说其实并不算吃力 毕竟数学一直都是我的爱好 我即使在小公司 坐着和它完全无关 但工作 但是也是时常会在网上刷一些竞赛题 同时我在生物领域 其实也很感兴趣 只是因为当时 我最爱的还是数学 才放弃了生物 现在的我却发现 生物比数学更有吸引力 它就像一个神奇的圈 你研究透外围后 还会一圈一圈地带着你 往里面走 每次探索都让我着迷 你小子可以啊 这么快就上手了 早说了 当时让你跟着我做研究 你非得去跟着老邓专研数学 你看白白耽误了你这几年 生物教授过来的时候 我还在研究一项数据 他静静地看着我做完实验 记录完数据 老师谬赞了 对了 圣学长 门外有人找教授 似乎还想说什么 门外传来了研究生学弟的声音 那你先去吧 我简单收拾了一下身上的衣服 边走边好奇 这个时候是谁会来找我 一位穿着黑色风衣 被黑色口罩和墨镜包裹得 严严实实的男人 正站在实验室的门口 这个装扮 不会是哪个明星吧 圣阳是吗 方便聊聊吗 我才刚走出来 对面男人就朝着我走来 诚意 略有些耳熟的声音 让我试探着开口 是我 既然是你的话 我们就无话可说 我对前妻的现任不感兴趣 也没兴趣和你讨论我前妻的事情 更没兴趣和你认识 我有些无语的直接打断了她的话 毕竟谁会对一个男小三客气呢 如烟生病了 她想让你去看看她 正当我转身准备往实验室走到时候 诚意再次开口了 生病了就去医院 我学数学的 不会看病 我脚步没停 继续往实验室走去 诚意来得突然 走得也突然 我也不懂她来这趟到底有什么意义 但是我明显地发现 她还是影响到我了 下午的实验 我明显没有那么专注 我不再刻意让自己专注 而是请了假回到了家中 想趁机休息休息 我和柳如烟那次之后 就再也没见过 细细算来也有三个月了 我不怎么关注娱乐圈 也不知道最近的安排 但是诚意的话 还是让我有点在意 我忍不住打开了 那满屏99家的微博 由于再三后 我才点开了列表里的唯一关注 如烟然 是柳如烟的微博号 也是我之前作为私生犯的证据 我翻了翻她的动态 并没有任何的变化 一瞬间有些嘲笑自己的心软 她生病了 关你这个前夫什么事 她自有人陪 翻着翻着 我忽然看到了三个月前 是一条微博动态 是柳如烟发的 圣阳不是我的私生犯 请大家不要再做这些事情了 如果还有下次 我会追究刑事责任 下面附着的图片 是一张律师起草的起诉通知 正是那天破我硫酸的那个人 而时间却是三个月前 我和她离婚的日子 评论区一片乌烟瘴气 有的说这样做太过了 有的说私生犯本就活该 有的说再怎么样 也不应该恶意伤人等等等等 而柳如烟 却给所有为我说话人的评论 都点了个赞 这下评论区就更起劲了 我不懂柳如烟的这番操作 到底是为了什么 她放不下诚意本就是事实 她利用我也一直都是事实 我看开了 也放手了 她现在反倒一副情深似海的模样 也不知道是做给谁看 爸妈来看我的时候 我和生物教授的实验 也接近尾声了 剩下的扫尾的数据 可以留给教授手下的学生们完成 而我因为趁机和教授 讨了一个长假 爸妈的身体 从那次生病后到现在才养好 我该带他们去走走 看看这个世界了 我和他们提了这个想法 爸爸倒是喜闻乐见 而妈妈一边担心花笑 一边笑着硬核 我请了三个月的长假 打算带我爸妈去周边国家走走 体验一下不同的风土人情 在我们准备出门的时候 我忽然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 我原本是不想接的 因为那段时间 私生饭带给我的体验并不好 但鬼使神差的 我按下了接听键 盛阳 我是柳如烟手机那头 传来熟悉的声音 让我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 嗯 有事吗 没事 就是感觉很久没听到过你的声音了 有些想你柳如烟的声音 似乎带着些虚弱 讲话的语速也比平时慢很多 没事我就挂了 等一下 你方便的话可以来看看我吗 柳如烟的声音带着些祈求 不方便我没有犹豫 直接拒绝了 既然已经结束了 就不应该再有任何的纠缠 我不想 也不愿 在挂断电话段瞬间 我似乎听到了手机那头一道绿耳熟的男生 想来是诚意吧 爸 妈 等我追了上去 将所有的事情甩在脑后 现在的我需要的是 好好陪着爸妈度过愉快的假期 我和爸妈旅游结束回来的时候 教授给我打了电话 说有一封寄给我的信 已经寄到快三个月了 我有些疑惑 现在的人都是用电子邮件 怎么还会有人写信呢 一周后 我正式回归实验组 教授把我交给我 似乎有话对我说的样子 但犹豫了半场 叹了口气 拍了拍我的肩膀 转身离开了 我有些莫名地看着教授的动作 心里略有些不安地看了眼手里的信封 娟秀的字体让我感到有些熟悉 直到我打开信封 是柳如烟 盛阳 很抱歉又打扰到你了 不知道你看到我这封信的时候 到底是什么心情 是喜是惊还是厌 不过也都不重要了 因为我已经死了 那个伤害你的柳如烟已经死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给你写这封信 可能是希望你不要忘记我吧 盛阳 你不要忘记我啊 柳如烟的信写得很潦草 笔记甚至有些模糊 看着像拿不住笔力不从心的样子 我猛然想起 出去诚意来找我实说的话 他说柳如烟生病了 想让我去看他 还有那通欲言幼稚的电话 所以柳如烟真的死了吗 我总感觉有些不真实 明明半年前还见过 那么健康的一个人 怎么会这么突然就死了呢 我再次下载回了微博 登录了账号 还是熟悉的99家信息 但是我依旧没有去看 我点开了列表里的唯一关注 他最后一条动态更新 在两个月半月前 我要退圈了 接下来我要过自己 平凡而快乐的生活去了 大家不要忘记我哦 是他熟悉的语气 但是那次之后再没更新过 我第一次来到公墓 但是我没想过会是来看他 墓碑上的他笑叶如花 看起来温柔又美好 盛阳 如果我说他从来没有背叛过你呢 脚步声靠近 熟悉的男生从我身后传来 我转过头 是一袭黑色西装的成衣 手里抱着他最爱的向日葵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我笑着摸了摸墓碑上的照片 站起身来 离开 墓碑旁放着一束白玫瑰 是我和他第一次约会时 他送我的花 是我们最美好单纯的那段时光 藩外 柳如烟 我是一只浮游 日出而生 日落而亡 我的生命短暂而又脆弱 直到有一天 我被神选中来到了这个世界 神给我的任务是让他幸福 我来到这里只是为了他 我突兀地闯进他的世界 夺下了属于他的第一名 也成功引起了他的注意 我其实并不懂人类的情感 我的所有喜怒哀乐 全来自我对电视剧的模仿 我从刚开始对刻意模仿 到后来的看到他时 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那时候的我不懂 总以为是自己 以人类的身份相处久了 就会变成这样 但变故来得太突然 我在上班的时候 突然晕了过去 等我醒来对时候 发现自己的手 已经开始变得透明了 原来是浮游的生命 实在太脆弱了 竟然需要靠人类的人气 才能活下去 我惶恐自己生命的失去 在看到电视里 明星出道时的人气 瞬间爆发的模样后 想方设法地 联系了经纪公司 我需要人气 我要活着 于是我找了个借口 和他小逗了几句嘴 然后一鼓作气 拉黑删除了他 我看到过电视剧的 所有的情侣 都是会吵架的 后面和好之后 感情才会更甜蜜 而我也需要时间 去努力活下来 他在 我只会满脑子都是他 我心安理得地 接受着封闭式的培训 当一人真的好累 怪不得能攒这么多的人气质 但是我发现 我开始想他了 我总是看到 他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 温柔地摸摸我的头 问我饿不饿 我好想他 要么先不吵架了 我要回去找他 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整个人失魂落魄的 看起来比之前老了好多 我都有点不认识他了 他还闯红灯 这样实在是太危险了 我走了过去 把他拉到了路边 正想开口说他两句 只见他眼眶瞬间湿润 一把将我狠狠地抱在怀里 乐得我有些喘不上气来 但是吧 我承认也很想他 所以我勉强忍受一下吧 我嘴角疯狂上扬 但还没扬到一半 本能地感受到危险 我本来是想拉着他闪过去的 但是他好重啊 我压根带不动 没办法 我只好把他推出去了 他是人类 这样子被撞倒是会死的 但是我不会啊 我只是富有 但是我也没想过会这么疼啊 该死 忘记自己现在也是人类了 我醒来到第一件事 就是和盛阳求婚 笨 就是求婚 盛阳的表情 从一开始的不可置信 到后面的欣喜若狂 虽然我的表面温柔 嘴角早就不受控制的盛阳了 我忽然想起经纪人和我说 我这样的小萌新不容易火 要想火就要有虚头 他让我找人假扮的狂热私生犯 营造一个我很受人追捧的假象 这样一来我才容易火 可是我整个世界里 我只认识一个盛阳啊 于是我开口了 盛阳果然很爱我 他说只要为了我 他什么都可以 盛阳怎么这么好 我也好爱他呀 可是后来 不知道怎么回事 盛阳好像和我越走越远了 他总是莫名其妙地生气 虽然只要我哄一哄就好 可是他也太容易生气了 这样我真的好累 我从来没想过和盛阳离婚 毕竟他才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 但是那天 不知道什么情况 从来不生病 到我竟然发起来低烧 连续几天的发烧 让我整个人提不起精神 我之前的同校同桌成衣来看我 他整个人冰冰凉凉的 实在是很舒服 我忍不住想靠近 而他也没有拒绝 我趴在他身上正凉快着呢 忽然被他一把抱了起来 朝着门口走去 我本来有些迷糊的双眼 漠然睁大 因为我看到了门外的盛阳 他看向我的目光里满是恨意 我的脸色瞬间白了下来 整个人僵硬得不像话 直到卧室门被关上 我才惊醒般从成衣身上下来 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 别以为我没看到 他刚刚一直在挑衅盛阳 我急忙打开门 将盛阳送进了医院 我没想过 他竟然会被我的粉丝破硫酸 我一直觉得自己到粉丝娇娇弱弱的 只会一口一个喊着我冉冉宝贝 却没想过竟然会有人敢伤害盛阳 我用自己仅剩不多的能力 找到了那个伤害盛阳的人 让助理帮我收集了证据 将他告上了法院 我笑着看着助理发来的消息 新来的小助理实在是可爱 而这时盛阳醒了 听到他干咳我才发现 我现在在好像越来越不敏感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温柔地看着他 但是他的神情却异常地冷漠 他问我那个男人是谁 我忽然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说我他是我的同桌 我说我抱着他只是因为他很凉快 这个解释即使我不是人类 听着都会觉得有些荒谬 更何况是盛阳了 于是我避开了话题 我想着这件事也许就能这样过去 可是盛阳他偏偏一定要问我 我有些恼了 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明明以前都是很理解我的 明明以前知道我不想说他 就不会再逼我了 于是我说话的语气也越来越冲啊 我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 也许是电视剧 也许是我的经纪人 我看到他沉默下来的的时候 我觉得我吵架吵赢了 我心安理得地等着他和我道歉 毕竟以前都是这样的 可是他却说要和我离婚 我愣住了 胸口的位置传来明显的窒息感 一下子砸得我有些喘不上气来 等我缓过来之后 心里却生起一股巨大的火气 我很生气 盛阳怎么能和我提离婚呢 明明我们这么相爱 为什么他会和我提离婚呢 我想缓下语气和他好好讲的 可是每当我提到诚意 盛阳就跟代词一样 总要赐我几句 到最后 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 我看到盛阳眼眶通红 看向我的眼神里满是失望 他一字一句地告诉我 这些年我做过的事情 可是我当时的确是给妈妈叫了护工呀 我回家洗衣服 只是因为他那件外套借我小助理的 我的小助理去帮我买吃的 我才帮他顺带一起洗了的 至于那次结婚纪念日出门 也是我托他帮带的纪念日礼物 可是我该怎么解释呢 盛阳他好像并不会听 看着盛阳痛苦的神情 我忽然有些后悔了 我好像对人类对了解还不够多 我似乎伤害到他了 我需要好好想想怎么挽回盛阳 不为任务 只为了我自己 我想 我可能真的爱上他了 在看到他难受的时候 我的心竟然也情不自禁 灯跟着痛了起来 我忍不住地想抚平他皱起的眉头 想驱散他眼底的阴霾 我知道 我应该是爱上他了 盛阳出院的时候 我在刚拍完一场戏 急匆匆地赶来 怕引起注意 我不敢下车 只让助理帮我将盛阳叫过来 我原本的计划是 我诚心道歉 盛阳要是不原谅我就多道歉几次 总有一天他会原谅我的 结果他一开口就是离婚 盛阳难道真的不爱我了吗 我有些正愣地眼睁睁看着他走远 他才刚离开 我忽然感觉到胸口一阵刺痛 喉咙中的一股心田直接喷了出来 我好像生病了 盛阳约我去民政局离婚 我没去 只要我不去 你就离不了婚 只要我不签 你也离不了婚 我自认为这是一招好招数 但盛阳比我想得更决绝 他说如果我不去 就起诉离婚 那我的人气质就完蛋了 这样我真的会死 我妥协了 我给他回了短信 约在晚上见面 我六点就开始在里面等 天气渐渐地暗了下来 盛阳一直没来 难道他不想和我离婚了 我有些庆幸对想着 可还没想我开心几分钟 大门被打开了 盛阳踏着月光而来 他真好看 我有些痴迷地看着他 情不自禁地扑到他的怀里 我能感受到他想搂着我 但是却在半路僵硬住了 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 我被他狠狠地推开 门口特意被我摆放出来 用来和好的围衣合照 被他狠狠地摔碎在地上 他甚至还捡起里面的照片 撕成了碎片 我的心彻底地沉了下来 胸口一阵一阵地作痛 我从未想过 盛阳会这样对我 那个一直对我极致温柔的盛阳 怎么会这样对我 我久久地沉默着 我不知道要怎样回答他的话 甚至不知道怎么掩饰 我满腔的狼狈 直到他离开了 我才痛哭出声 原来被喜欢的人伤害 真的很痛 比车撞还要痛 那天我在里面哭到吐血 晕了过去 直到第二天 程毅和小助理找到了我 将我送到了医院 我的身体 以极快的速度衰败了下去 医生也查不到原因 我知道 是因为盛阳和我提出了离婚 而他已经不爱我了 我让小助理将重新拟定的离婚协议拿了出来 签上了字 这份协议里 我所有的一切财产都给了盛阳的父母亲 我知道盛阳他肯定不会要 但是他妈妈会的 我求求他 他会同意的 我和盛阳正式离婚了 领离婚证那天 我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 但是我还是强撑着 让小助理给我打扮得美美的 我要在他面前留下我最美好的样子 可惜经纪人让我整的地方有些不好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而他全程一句话都没和我说 我病得很严重 甚至都无法下床 期间 程毅来过很多次 每次都是默默地站在门口 也不进来 我几次招呼他进来 他都有些不知所措 而我的小助理则是每天都背着我 默默地擦眼泪 我不想看他这么难过 就让他帮我打听圣阳 有点是做总不至于天天伤心 结果他打听完之后 哭得更伤心了 如妍姐 那个圣阳他现在过得可好了 加入了秦教授的生物研发团队 最近还准备带他父母去旅游 只有你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 我有些头疼地看着小助理 绵延不绝的眼泪 笑着拍了拍瞳的头 小一 我想吃馄饨 你去帮我买一份好吗 我想要紫阳接那家的 好的 我现在去买 我想圣阳了 我想让他来看看我 我看到小助理的手机 放在我的床边 拿起来按下了熟悉的号码 嘟嘟嘟 我的心不自觉地提了起来 我怕他接又怕他不接 喂 电话接通的瞬间 我听到自己思念的声音 是我 柳如烟 有什么事吗 圣阳的声音很好听 带着勾人的词性 一时间竟然我想不起来 自己要说什么 没事 只是很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 有些想你 没事 我就挂了 等一下 我有些慌乱地喊着 生怕他下一秒就挂断电话 你方便的话 可以来看看我吗 我小心地提出我的请求 虽然我知道他肯定不会同意 不方便 果然 电话被挂断的瞬间 我胸口强压着的咳嗽 再也忍不住 直到一口血喷了出来 我再次陷入了昏迷 我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更加无力了 甚至有些抬不起胳膊 如烟姐 小一 帮我发个退圈声明吧 就说我以后要过正常人生活了 帮我去拿歌纸笔 我想给他写封信 当我拿起笔的时候 我的手却颤抖着停不下来 我勉强控制着自己写完了想说的话 其实啊 我只想告诉他 千万不要忘记我 全文完